请大家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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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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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放掌 今天是第二日 我们的题目 《禅修淨化身心》 第二日 可能第一日 有些居士没有来 我用十分钟的时间 总括昨日 讲过些什麽 最重要的是 修禅 最重要是恒心和毅力 恒心和毅力的基础在于甚麽 如果这件事对你很有利益 你一定会保持恒心和毅力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禅修的功德 禅修的利益 禅修的利益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现在层面的利益 一个是将来的 一个是现世 另一个是出世的 现世有什麽利益 第一 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压力是身心疾病的原因 所以如果你经常是禅修的人 你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 都会慢慢舒缓 但是人是这样的 他做增加压力的事 他会拼命去做 减压的事是很难有时间做的 其实他越减压 越舒缓 他的工作力量越大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 很矛盾 非常矛盾 舒缓工作和生活的压力 他如何舒缓呢 根据 我现在告诉大家 是完全有根据 有researchers 经过实验 经过证明 经过很多调查而做出来的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美国心理学会做了很多这些测试 禅修 或者很多人说的正座 其实正座 儒家气功和禅修有些分别 不过 我们当它是通清 暂时来说是有分别的 但分别也不是很大 从正座本身 当然 禅修里面 再加了佛法的智慧 看下去是超越世间的 渐修 就是平衡神经系统 Balancing Nervous System Activation 根据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是这样说的 平衡内分泌 Balancing Hormonal Levels 帮助大脑提供连贯性 Increasing Brain Coherence Brain Coherence 是什么呢 我不是Scientist 我也不知 我只是将它 重要的部分 quote 出来给大家知道 第二 降低焦虑 抑鬱 凡躁 提高中国工作的效率 所以 每天你都知道如何禅修 其实会增加你工作的效率 因为你工作到整个都已经很累了 你再工作下去没有效率 你的效率会越来越低 但你懂得适量的禅修 是对你的效率会提高的 其实我有时这样想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看电视 上YouTube 看很多喜欢看的东西 但如果你懂得做禅修 其实是非常interesting的 我会有时用英语的 因为我知道里面有很多 有很多英语 很好的 但中文程度未必高的人 他提醒我 有时 说英语容易吸收 所以我会说英语 你看电影 是看别人的script 导演写了一句剧本 你看他的剧本 你很感动 但你禅修看的是内心的世界 which is more interesting 你完全知道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是如何演绎的 你内心的源后 The monkey inside of you Monkey in mind inside of you 它是如何活动的呢 你自己就是你自己里面的源后的trainer 你是他的教练 人是喜欢好人为师的 教人 但他永远不会教了自己心内的源后 你试试 你花多些时间教育一下自己心内的源后 使你心内知道我的源后 怎样可以将这个源后成为 最终会成佛 将这个源后慢慢慢慢改进 你有没有这个推动力 所以我经常说 When you are watching a movie You are watching somebody else's script But when you are meditating You are watching your own script which is more interesting 但是有多少人 真的会做到静坐 会禅修 不要紧要 大家知道 我们慢慢慢慢 今晚用两个多钟头的时间 告诉你最重要的禅修是几点 并不是一开始禅修是 怎麽盘腿 左上踏右 右踏上面 然后是否半结家夫座 是否lotus seat half lotus 在哪里禅修 穿什麽服装 雙眼又怎麽合法 肩膀又怎麽鬆 那些是很容易学的 但是你将时间盘旋 在容易学的方面 最难学的那些 变成了武学道 最难学是什麽呢 今晚告诉你 最难学的 又是最容易的 你有兴趣 真的做下去 是不难的 所以成佛是很难的 我又回想也不是很难的 做圣人 你说很难也行 你说是一念之差 所以 禅修 强化学习的能力 心智 毅力 体能 提升记忆力 加快反应速度 其实禅修是最适合什麽呢 儿童开始学的 You should start with the children 所以我希望将来 我不知何时 每一个学校 都要有禅修这一课 一定要加插 半小时 或者45分钟 让学生可以做禅修的功课 让他们 calm down 尤其是对于ADHD ADHD Attention Deficiency Hyperactive Disorder 有些小孩没有专注力 完全没有attention 你叫他学习 他完全没有学习的能力 因为他没有专注力 又经常动动 那些是最适合禅修的 所以如果你有亲戚朋友 你说 怎样能够令这一类的儿童能够专注呢 你就要学禅修 最初你当然要哄他 你学禅修呢 我有什麽奖给你 所以是最适合小孩禅修的 直到我们老区区才是禅修 即是会常常睡觉 真是的 根据禅师常常说 越老就越昏沉 很容易就睡觉 因为你的精力有限 我们继续讲下去 改善失眠症 抑郁症 减少身体的疾病 我们怎样知道减少身体的疾病呢 因为Cardi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心脏研究学会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美国心脏协会 都做过很多实验 Meditation 确实能够减低血压 和减少心脏病的风险 所以禅修很重要 这里 只说一样都值得你学 我们平时古代人学什么 明仔学小提琴 学Piano 明仔学禅修 有哪几个叫自己的子女学禅修 举手 有一个学禅修 真的没有人鼓励自己的子女学禅修 鼓励跳芭蕾舞 弹琴 Pray violin 唱歌 绘画 有几多个 真是学禅修 很少 很重要的 禅修 减少身心脏疾病 治疗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为什麽呢 因为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on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资疗中心 你可以在网上发掘到这个资疗中心 里面很多资料 认为 禅修 可以帮助这些疾病的人 所以值不值得你学 不是 今天是一个人生很大的决定 你这里听 因为会影响你一生 因为你没有读禅修的人 你是混混恶恶地学佛 又会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学了几十年都不懂得打坐 也不知打坐是怎样的 只是懂得 拜忏证经 怎会懂得禅修呢 而且是怎样的 禅修 老师是最不知想什么 通常是禅修 大家要感禅 要观备识 你猜他怎样做的 他念他的佛 禅修 他做就轻松 静下来 人家禅修 他就禅修 每个人都不想不同的东西 有些说 吸入阿弥呼出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可以的 但你要知道怎样解释 有些连大悲咒 连心经 有些干脆 闭上眼睛想想想解决问题 有些人是用禅修来解决问题 我今天被老板骂 不知怎样解释 静下来看看是怎样的 在哪里 他用禅修来做这些事 看不到他的脑子 我知道 有时教禅修的学生 你叫他这样做 他未必这样做 很少是faithfully follow instruction 在一步一步是这样的 所以有香版 大家都是这样做 真真正正跟随地做 今晚所说的禅修是什麽 是释迦茂尼佛所说的禅修 叫做如来禅 有根据的 有大圣经典的根据 有小圣经典的根据 有儿骑士地论的根据 有天台宗里面的同盟子观的根据 六妙门的根据 色禅波罗蜜的根据 清淨道乱的根据 菩提道次讲论的根据 有入出色经的根据 不断经的根据 四念注经的根据 mah satipatthana 大念注经的根据 全部有根据 不是我观诚 空口说白话的 是有根据说的 现世的利益已经多了 够不够 够了 如果看到这样 你都不禅修 说来也没用 说来也没用 但这些是现世的利益 最重要是出世的利益 将来出世的利益 这个利益是怎样 紫色妄心 成就静定 降伏烦恼 启发智慧 令行者 吹向菩提圣道 舍离贪亲痴等业行 自度度他 超越生死轮回之苦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尝住究竟涅槃 佛就是用禅修开悟 释迦牟尼佛不是念阿弥陀佛成佛 但你不是说念阿弥陀佛不好 你不要误会我 有些人这样说 观诚法师说不用念阿弥陀佛 我没有说过 是你冤枉我 阿弥陀佛当然好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方便法门 现世禅修不成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的教导之下 观音菩萨 大世智菩萨教导之下 你一样是修禅 但你冤枉了 你这一世在烦恼里面度过 你懂得禅的 解决了很多烦恼 还有 如果你静坐好 帮助你的事业 帮助你的学业 有些儿童 专注力强的 就是禅修好 专注力强的人读书当然是聪明 他可以专注 他坐来整个小时不移动 一直看完书 有些不是的 左膝右手动 五分钟就移动了 所以家长早点来听就好了 现在也不迟 不相似 禅修 我通常都犯了这个毛病 我初初教人禅修的时候 一末是着重外相 你怎样坐 方便法门 持戒清淨 饮食要调和 要选择柯难若处 清淨的环境 你有善知识 在方便陪回 最重要禅修 未做禅修之前 你要懂得 你的心是怎样运作的 因为修禅就是要修心 你都不知道你的心怎样妄想法 你怎样修它 你知道这个贼仔怎样害你 你才是打功夫 我不是要别人暴力 我只是用Boxing来做一个譬喻 用拳赛来做一个譬喻 当然我们不是希望有暴力 用拳赛来做一个譬喻 你拳赛里面要打赢你的对手 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对手的来势是怎样的 你也不知道他的来势是怎样的 你怎样打赢他 所以 一个很好的Boxing Trainer 第一件事 就教他的学生 就来出赛了 一定要懂得一点闪秘 每一拳都懂得闪秘 Weaving That's the first lesson in training Training a Boxer 即是说 他拳的形势是怎样攻击你 我们平时的心 是抛圆外境 外境是怎样攻击我们的 说得严格一点 就并不是外境攻击我们 因为外境是无心的 外境是无心的 所以如果你有烦恼 你不要赖外境 真是你坏了 说一句说话 你伤害了我的自尊心 那句说话是无心的 那句说话不会伤害到你的自尊心 是你自己的心产生烦恼 对那句说话攀缘执着 才会产生效果 所以 对境无心 莫问禅 你不执着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想什么 我们的心是怎样 外面是怎样的环境 我们会执着它 通常我们说 外面有很多责人 来侵佔我们的六根 所以我们这样看 有一首诗 大家要记下 学到犹豫 守禁城 周防六财 夜星星 将军主席能行令 不用干锅定太平 为什么 学到犹豫 守禁城 禅修和卫兵守城池是一样的 不分昼夜 不分日头 夜星星 夜晚都要很警醒 时时警惕自己 防范敌人侵犯 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 被外界的所缘景 色声香味触法 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去执着它 心动牵着 因为牵着外境 而产生一切的烦恼 一切的执着 周防六财 夜星星 人的身体佛法譬移为一个村庄 有六个道财 整天就是我们人体的村庄 了扰乱 使我们不得安宁 其实不是它扰乱你 是它现了境 你执着它才扰乱它 你就是执着了六财 六个财是哪几个 在外面 六个道财是眼耳鼻舌身意 眼睛时常要观看美色 眼睛要观看美色的东西 执着美色 即是有些年轻的 他时常喜欢看YouTube里面 不应该看的东西 他的眼睛被他认为 那些有 sensual pleasures的东西来吸引他 他便不断地看下去 他的眼睛被这个外景吸引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are addicted to certain pornography 说得清楚也不要紧 他又喜欢看他不应该看的东西 或者外面一切的花花碌碌的世界 全部都要 他的眼睛去执着了这个外景 外景一执着 addicted 他不可以看 他一定要看 所以有些computer games 他越看越看越看越吸着 为什么 当你一看的时候 你便移动了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 这个种子自小以来 自很久以来已经有这个 欲念 叫你不起的欲念是很难的 因为你很多世以前的欲念不断在种种子 所以你来这个欲界里面 我们现在是欲界的 欲界对主 会令你牵引你情欲的东西 而你不会牵引你情欲的东西 这就是一个修行人 是很少有的 所以 为什么出家人 受人尊重呢 就是他可以断淫 你要断淫才能做出家人 如果你能够断淫欲 你的心已经出家了 但有几多个人可以这样 所以 眼是喜欢这些东西 而碧尔喜欢听美音 美妙的声音 而是 喜欢听别人的赞颂 是很憎恶别人的批评 谁会听别人的批评 即是说外面的境界 你会执着它 牵引你里面产生矛盾 鼻 爱 闻 香 味 身体是软滑的 身体喜欢享受的 喜欢华夏 豪华 华空 华屋 靓车 靓衫 什么都喜欢 自己爱好的东西 永远执着它 舌头 喜欢 动物的味道 鲜味 否则你便会吃素 因为舌头 杀生吃肉的人 舌头喜欢有鲜味 心事与迷恋 是世间的财色名食碎的享受 这是意念 意念很强 眼耳鼻舌身 加上意念就执着一切 对色声香味触法 六层的境界一接触 时把持不住 内应外合地扰乱了心身 这是攀缘 所以这首《将军主碎能行令 不用干戈定太平》 《将军主碎》是意识 如果你的意识控制得好 你能够知道你的意识 所以我们在禅的时候的意识是怎样 不攀缘过去 不会执着过去 亦不会担忧未来 你将过去的东西 你再去想它的时候 你便是执着了以往的事 You attach the past and worry about the future The past is gone and the future hasn't come yet 过去的东西已经过去了 最悲惨的东西 最坎坷的东西 它不会重现 当然 有些人说 我想过去的东西 可以从过去里面学习 学习也好 但你不要执着 有些人不是学习 是执着 所以这些全部是《将军主碎能行令》 即是你的意识 能够调和到 当你静坐的时候 静坐得好 不用干戈定太平 你的心便便平衡了 所以这句是我们通常常说的 是六根接触六尘里面 我们常用的 我们的心是怎样运作的 我们有很多所缘境 所缘境这三个字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所缘境 你怎样静坐 怎样可以启发自己的定力 所以你要学习 我有多少所缘境 你是我的所缘境 声音是我的所缘境 我看到你又是我的所缘境 现在这个又是我的所缘境 所缘境很多 烦恼的本源是从心而生 众生为何不可 不能够解脱生死烦恼 因为六根攀缘外境 执着妄想 障蔽真心 在烦恼而造业 因为当你攀缘外境的时候 不是只这样攀缘 眼睛攀缘以攀缘 一攀缘 心里的心所便会浮现 心所是甚麽 我们攀缘的时候 最后就是我们的consciousness 人是有八个consciousness 有八个色 Eye consciousness Ear consciousness Nose consciousness Tongue consciousness Body consciousness Mental consciousness 还有一个什么 Mano 活罗色的conscious Ego consciousness 另外一个藏色 Banking consciousness 当这些意识一起的时候 对外境的时候 他执着的时候会怎样呢 他一执着的时候 就会产生了 同时而起的 烦恼心所 有五十一个心所 这些慢慢一日都会告诉你 为什么 我们的六根对六尘 眼耳鼻舌身意 对色声哭未触法 但这些全部是interaction 当你Eyes interact with matter Ears with sound Nose with smell Tongue with taste Body with touch Mentality with thoughts 眼对色 耳对声 眉对香 舌对眉 身对触 耳对法 你不断地interact 就算你睡觉也会interact 为什么 你会发梦 你睡觉的意识 都是不断地create很多东西 去圆设 去想 你是没有停止过的 所有这些 就叫做所缘境 Objects of attention 我们的所缘境 这些所缘境是我们平时 跟外界接触的时候 执着了它 我们要知道为什么 但很多时候就算告诉你 你知道为什么 你一样会执着的 因为我们habitually 是做惯这件事 习惯了执着 这个习惯的执着 你要破了它 很难的 你能够破了你这个习惯 我都说了 念头 成为 你事常repeat的念头 就会carry into action 成为行为 念头 令它成为行为 行为再经常做 变成习惯 习惯一路做下去 就是你的命运 所以你的命运 富贵的命运 坎坷的命运 贫穷的命运 全部是由你念头而起 所以你还不照顾你的念头 你的念头还是贪亲痴 杀盗人枉 永远都在生死里面 我将这个 六根对六尘 我再去 讲多一点 因为如果你不明白这件事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静坐 通常看静坐问的问题 多数是无关重要的问题 我的脚臂应该怎样做 静坐是否规定的时间 要在哪里 这些你要知道 不是那些 那些很容易告诉你 当你的眼 了别是什么意思 Interact with 你可不可能眼睛 不interact with all forms 你的色是什么意思 是matter的意思 包括什么 anything that can be formed from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molecule 即是 有色的东西 有质外的东西 有obstruction的东西 叫色 所有的星的东西 声音 香 微 竹 其实 这几个陆景 色声 香 微 竹 完全 summarize 所有一切的境界 佛经的伟大 你都不知道 它可以 summarize 整个宇宙告诉你 是怎样的 不过你没有看 你知不知道 虞骑斯地论 summarize 宇宙有660法 用660法来 summarize 宇宙没有一样东西 但660法我们怎样学 虞骑斯地论100卷 是弥勒菩萨讲的 亦有些philosophers 高僧大德 将它 summarize 成为100法 在百法明门论里面 用100 dharma 来归纳宇宙的一切法 用100法又蓄以5为5个classification 心法 色法 心所法 心不相应行法 有违法 无违法 将它所有 所谓法即是everything 什么 唯有用法这个字来代替 外境 用很简单的东西来 summarize Matter Sound Smell Taste Touch And thoughts 全部 summarize 当你一有你自己 那些是宇宙 还要告诉你为何要静坐 静坐是个人的静坐 是从众生的人静坐 与宇宙点联络 即是How you inter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逐个逐个和你分析 眼耳鼻舌身意和你分析 因为我们众生是修学佛法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仅是有interaction 原来你的心里面 即刻浮现了很多东西 是你不知道的 是你无量劫以来 那么多的势里面累积了很多东西 遍行心所 别境心所 善心所 烦恼心所 除烦恼心所 不定心所 里面有大概五十一种 都是 summarize 给你听 如果你是喜欢学术的人 你会很惊讶 2600年前 释迦牟尼佛可以如此仔细分析宇宙人生 就是如此仔细 释迦牟尼佛不会说 你相信我 你就会得救了 他不是这样 他是告诉你这个宇宙是怎样形成的 这个宇宙是怎样understand 你才会服 但有几个人真是想去明白 因为你又要有学识水准 知识水准 你又要有恒心毅力 你现在开始有了 你自己要赚你自己 你肯来 你肯来听 对吗 现在我这里讲 先讲善与烦恼心所 先说一点点 五十一个里面 烦恼的心所 他又 summarize 当你眼和外面的外景 一interact 的时候 你知道 interact interaction and responding 是不同的 meaning interact is you interact with emotion respond you respond with rationality 是不同的 通常人是interact with emotions 即是他用激情去对付一切东西 当他这一种 自己的对外界 一种接触的时候 他自然在心里面 他里面的烦恼群神的心所 那些叫做mental functions 叫做心理作用 自然浮动出来 什么是心理作用呢 这些心理作用 有善的又有恶的 恶的那些 堕罗 善的有十一 善的十一 恶的 有贪 亲 痴 greediness hatred ignorance arrogance doubt bias 全部有过你 我也有 生出来就有了 有些是现世加强下去的 有些 他一生出来就已经有了 所以婴儿一生出来形成 他已经有内在的personality 接着有憤 anger hatred 憤恨 福 怒 惊恨 jealousy pastermony fraudence arrogance injury 很多 jealousy hatred fear worried disappointment 很多这些烦恼心所 你一同外界接触 这些自然 自然涌出来 帮你做事 帮你做恶的神 帮你做恶事 好善的神就帮你做善事 多数都是恶的神 恶的神有二十六位 善的神只有十六位 十一位 即是 奸的人多 在朝廷里面 奸的人多 而且奸的人从无量劫以来 都肥肥大大 那些善神是伸瘟瘟的站在旁边 怎能救那班 大脆老豆 无量劫以来 生生世世 已经有这班 奸神 来帮你做了这麽多业 那班善神 很可憐 站在这里 我现在没有法治 他们此世欺人 你要明白 你有这麽多神 这些所缘境 一起的时候 就帮助 所缘境 一起了 你一执着了 这些善神就叫你做这样东西 你贪 你亲 你老 你狂 你嬌 你喊 你喘 全部叫你做 慢慢慢慢就做出来 一做出来 不是这麽简单 就有业力 有energy 业力一产生的时候 因果效应的时候 你会得到相同的报应 就有因果报应 所以因果是全部你的心做出来 没有人做出来 都是最坏他 他骂我 我就生气 不是他坏 是你自己坏 你执着了他 你不执着他 他就不能执着你 我们说 有这麽多烦恼 所缘境 牵动为有烦恼 虽然所缘境 但我执着了他 万法为心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世 英观法戒性 一世为心做出来 全是由心执着他 那你便赖了警戒 警戒令到你产生烦恼 多数的警戒 因为你烦恼多 他便产生烦恼 有多少警戒 我们回到烹原境有多少 究竟我们眼耳鼻子 我们的sensors 所attached的有多少 答案是 无量无边 为什麽 因为从时间观点来看 所有的这些所缘境 过去 现在 未来 都有这些所缘境 为什麽 你有过去的所缘境 过去的所缘境 怎麽发生在你现在裏面 我现在坐在这 我就想 昨日 昨日的股票怎麽会低了 昨日的经营肝不要落那只股 这次真是壞了 你的所缘境 你自然在意念裏面 将你昨日 昨年 前年 十年 以至无量 百千万年以前的事情 全部可以勾出来 在你的脑袋再想 尤其是现世的 有时不是现世的 你前世的事情 都走入你梦境 你把所有以前的事都拉回现作的意念裏面 去attach 去想 有些人是这样的 睡觉 不想 睡不着 他要在脑袋 create 些东西 想 习惯了想这些东西 当然 他想的东西 多数都是不好的东西 他想的不好的东西 才能睡得着 因为他习惯了是这样的 过去的东西 他拿出来想 现在他当然可以想 未来的东西 他有忧心未来的东西 他可以在意念裏面 眼耳鼻舌 身都不活动 我闭上眼 我耳鼻塞住他 我鼻子又没有吃东西 我鼻子又不闻东西 我完全没有活动 你以为没有活动 你最强的那个 在里面活动着 追忆过去 执着过去 我儿子真的不孝顺 或者我女儿又怎样不好 我这个大儿子又多好 我耳鼻又不好 现在又怎样 很多事情想的 非常多事情想的 我媳妇为何如此坏 我儿子结婚之后 连他儿子也没有了 这些全部是你会想很多这些东西 过去 现在 未来 有多少所缘境 千百世以来 过去多少所缘境 无量无边 即是令到你产生无量无边的烦恼 是很多很多的 你想现世坐两下 蝉定 你开悟吗 你可以搞定它 你要有个方法才可以 而且你所着重的 也不是真真正正明白 什么叫做禅修 你只是在外相里面去追尋 从一个佛堂走到第二个佛堂 走到第三个佛堂 从密宗到天台宗 天台宗到六宗 六宗到怀炎宗 怀炎宗 又去到淨土宗 一直是这样奔馳 不用奔馳了 你明白了还去走 还去找 有些人说我修了十几二十年 现在都不知道去到哪个地步 Where am I going from here You don't have to go anywhere It's right in here 空间 六根 时间方面 你的所缘境是无量无边的 空间 宇宙不外时间 空间是time and space 我告诉你 你想佛法的东西 很多时有两个concept 你用时间和空间apply 哪个佛法的理论里面 宇宙不外是时间空间 你将时间空间一fit 去想 你就会想 越来越想到很广博 如果你想佛法 观音菩萨是大慈拜悲 我又求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帮助我 帮助我便可以度过这个难关 你全部是用我 这麽合宅的时间和空间去想 你怎样会扩大你的心怀 佛法是要用 广阔无边的时间 空间 去思维 空间如何思维 六根 眼耳鼻舌身耳 了别一切的东西 一切的东西 这些已经千千万万的东西 我都不计算空中的微层 空中的 molecules elements protons electrons 我都不计算 我只是眼睛可以看到 我都数不尽 每一个人的样子都不同 所缘境都不同 人心之不同 各如其面 个个所缘境都不同 空间的所缘境 无量无边的所缘境 但释迦牟尼佛真是很智慧高超 他教我们怎样 庞原心动而执着外境 他教我们怎样 你这样吧 你这么多所缘境 不如这样 你简化了 不执着那么多所缘境 你只执着一个 行不行 或者 再说得 容易一些 你简化你的所缘境 就是六尘算 怎样简化 所以静在第一个 第一个方法就是 简化你的所缘境 这个就是这个 我们根据六尘的时候 眼耳鼻舌身与对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 眼 我眼静坐的时候 我摸起眼 我没有眼的所缘境 我没有看到你 你的眼的所缘境 close I don't want to see too many things that distract me 分散了我的注意力 我不要那么多所缘境 那就减了这个所缘境 你不要 第二 你的耳呢 耳 耳有声音 忽然间有小鸟的声音 有车声 有人声 忽然间 一一下 常常咳嗲 我见到你静坐的时候 奇风 PVG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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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de 那我唯有怎样呢 你一咳嗽声一入的时候 我便流出去 我说观音菩萨就是这样收的 初于民众入流忘锁 锁入忌直 动静 意上了言不分 你这些说话伤害过我 一入到我耳 我立即流走他 你伤不到我 即是打太极 打太极是怎样的 你一拳打过来 他不是打你一拳 他一借你一拳 你便飞上像院 他不是用力来对你力 他将你力洗掉 你一日到来 他便流走他 山峰本不动 白云自去来 这些白云不断飘不断游 我山不动 我不会跟着你走 你骂我 我不会跟着你这句说话来 憎恨了一世 有些人是这样的 说一句说话 不是生一日 是生一世的 你说慘不慘呢 慘的人是他 他生了你一世 就是因为一句说话 有些人生一日 有些人生两日 有些人生三日 有些人生一世 到死那天都说 我怎样都要记住你了 你有没有见过这些人 有这些人的 你知道怎样做 一进来便出 一进来便出 行不行 避呢 避呢 我又在打坐 星期六早上 九点钟 我隔壁那位男士 他喜欢八点去乘坐 一直跑 跑 跑 跑到回来 我又去寺院静坐 参加一下 衣服都未换 便来静坐 通身臭汗味 那些臭汗味不断从我鼻进来 嘩 作呕 但没法止 一进来便出 一进来便出 有些人是这样做的 因为你不执着 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真是坏 我怎样跟他说 这个人真是差 不如我要提出 这件事要反对 不可以 早时可以提出 但你的味道一进来便被他流出 当你习饭了 一进来又流出的时候 可能他的气味 因为人的执着力 令到他的气味更加强 本来那个气味可能是不强的 你一执着的时候更加臭 臭十倍 这个鼻子 舌呢 舌 我一静坐的时候 我的口水涌上来 刚刚刚刚说吃的咖喱 咖喱的味道 不要想这些咖喱的味道 即是舌的味道 这个舌当你静坐的时候 那个activation不强 但亦会有的 还有一个舌是什麽呢 你静坐的时候 为何严重 舌头说话 舌头让任何的口水涌出 吞进去 舌不产生作用 身呢 你身的触角 就坐在触角的位置 你没有做到另一件事 你不会坐在旁边 有些人坐在旁边 所以我们坐在旁边的时候会这样 All the women on this side All the men on the other side 为什么 如果混合它 男女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问题 旁边的那个美女 你靠身上去是真的 有些人问 为何男女要分 为何不可以一起坐 我说要分 就解释给他听 有些人真的是 选择位置 他会否选择伯爷婆旁边坐 很少的 他选择都是选择年轻的旁边坐 你信不信 你不信 注意一下 身就是这样 二 眼耳鼻舌 身 Not activated 一进来给他出 因为我说 Let what comes in go out 一进来给他出 很难的 That's the meaning of Let go The first step in meditation is to let go 就是 Train yourself to let go 学习 怎样 一进就出 一进就出 我有很多烦恶 我很生气 我很不喜欢 我今天很不开心 Let it go 行吗 你就是从这样开始训练的 你训练的眼 Let go 已Let go 鼻Let go 舌Let go 身Let go 已Let go 全部让他Let go 容易吗 很难很难 但是not impossible 你议怎样 let go 你的意念 意念 你闭上眼前 其他东西 又没有作用 你会Let go 你里面还有一个 Internal manager I call that manager Manos 我叫做Amano Mano 就是意念 这个意念是怎样的呢 他会想过去的事 Worry 未来的事 又想现在的事 过去 现在 未来 他不断地想 但不是 要将所有过去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金刚经》 你知道的 The past is gone And it won't come back again Why do you have to attach to it The future hasn't come yet Why do you have to worry about it And how much of your predictions are right In your predictions 通常你所想的事 会这样 会这样 有多少是真的准确的 不是没有 是有 但不是一样东西都准确的 现在 过去 未来 你也可以Let go 即是说 第一个正座 你可以在家正座 盘着脚又可以 双脚垂低又可以 最重要的心就是 全部将它Let go 这就是 收你的六根 叫做收你的六根 这个收你的六根 用一句说话来说 当下刹觉六根所原境 所原境 你的object of attention 而不起第二念的分别妄想 一定有第一念 第一念 咳咳咳咳咳 时 有人咳咳 一个人咳咳之事 说吵了我 This is bad, this is ugly, this is beautiful, I hate this, I love this 每一样东西你都带了一个 bias 的眼镜去看 从你出生以来就是这样 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内心的评论员 永远评论一切 带有色眼镜去评论 有色眼镜是充满贪财、贪色、贪名、贪食、贪利 全部都是这样 你这个评论员与你轮回以来就跟在一起了 直到现在 当下刹觉六根所缘境 当下刹觉六根所缘境才可以让它流出去 当下刹觉是什么 即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不是说我昨天说的 有些人活在当下的解释是很奇怪的 根据他自己人生的价值观去判断 什么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有得洗便洗 有得吃便吃 有得开心便开心 喜欢骂便骂 喜欢骂 你自己发出来 我就是我 当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要享受 有些人认为是活在当下的 你这样活在当下就很惨了 活在当下就是你 有很多禅师的 ہے how much can you meditate now 这个 blew up 其 以反 including说 一个 blow this I'm here why do I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past I'm now Here 为何我还想太多其他 很多地方 活在期间 即是你的 seguinte present moment 当你不 aware of the present moment 时是怎样 你便执着 你便会产生 贪嗔痴 杀盗淫妄 你不 aware 你不 aware 才会贪心 杀盗淫妄 你不小心时 才会偷东西 抢东西 杀生 食欲 邪淫妄语 全部都是你不 aware 当时做的 如果你是 aware 当时做的 便是值得 你都知道是坏的 还对了 便是值得 多数人 多不少有些善恶的 criteria 你活在当下的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或者有些人都说是什么 present moment mindfulness 不同的禅师 中要用不同的名字 这是活在当下 第二个 清静 No inner commentator You don't throw your bias onto anything 你自己不要 bias 你能够这样才是禅修的第一步 可否做到这样 你一禅修就静下来 所以你现在 是你的老师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佛陀所说的 未做出入色的前方便 你要这样做 如果能够这样做到 那你就on your way for meditation 我一路这样做 做 training 一路 train 我现在可以let go 当我meditation的时候 我眼耳鼻舌身都可以let go 但你仍有眼耳鼻舌身的所缘境 即是说你仍有咳嗽的声 车的声 人的声 臭鼻汗的汗 汗味的臭 都仍有这些所缘境 《瑟加牟尼佛陀》的经论里面教我们 用一个所缘境代替那些 又深入了一些 因为打坐的开始 令到你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但仍未能够令到你产生一种focus 第2个 steps 第2个步骤 从这些所缘境里面走入一个focus 走入一个 焦点 走入一个专注 走入第2步的静坐 Are you ready? 第2步静坐 第2步静坐是怎样的 专注当下自己的出入式 Annappanazzati 就是入Ana Annappanazzati 是凡文 Ana 即是In Pana is out Sati is the thought of a breath Sati 你注意当外出入式 怎样注意 初学禅修时 如果只是活在当下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虽然六根 虽然六层即是外境 随入随出 即刻flow out Let what comes in go out 虽然它即刻flow out 但你的绿色也是太活动 Too activated It is still too activated 不能够专止 不能够发定 你还有出入的东西 还有这些出入的东西 声的出入 色声的出入 那么多出入的东西都还没得到 释迦玛利佛在经典中告诉他们 你这样 你用一个 一个awareness 代替所有六个 怎样代替 眼本来是对色 耳是对星 鼻是对香 舌是对味 身是对足 二 先讲前面五个consciousness 由色声香味触的所缘境 改为一个 专注你的什么 眼没有了 眼是零 不用这个 没有这个所缘境 耳没有了 鼻没有了 舌没有了 只有触一个 为什么要触一个 因为在静坐的时候 你要观觉入出色 Here comes my breath The breath touches my nostril It goes into my body 那个气息进来了 观众们进来了 入了 一路入了 进去了 现在出回来了 入出 你concentrate 在你这个touch里面 你触出入色 没有了这些所缘境 只有一个所缘境 这个就是touch的所缘境 你很大进步了 这些所缘境对你来说 完全影响不了你 你只有一个所缘境 意识 不攀缘 你眼以鼻窃身 没有了 只有触觉 你的意念 你的thought Don't attach to the past 不攀缘过去 不攀缘未来 Don't worry about the future 只注意自己的出入色 只是注意你的意念 你会否创作 你会否创作 现在进去了 出去了 入了出去了 是这样的 注意一下 你忘记了 想了别的事 一定的 因为这么容易 train你自己 That's how you become so interesting 当你能够完全master 你这所有的所缘境 变为一个避息时 Wonders come 有些好奇迹会出现 这个奇迹是怎样出现 你会得到 You enter into a focus into a blissful state 你去到一个 慶安的境界 你的注意力集中 因为你很散 你现在注意力集中集中 你一直这样 我现在说不是一天两天 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十年 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二十年 有些人来说五年 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月 不知道 你前世可能修行过 你很快的 你不要看轻自己 哎呀 这样修行 五十年 未必 可能你以前修过 有些人很容易走入定境 你便很容易得到 当你能够去到 Annappanazzati 你训练自己 很纯熟的时候 便开始有奇迹出现 但是 怎样能够令你 继续训练出入式 继续训练呢 在经文里面 有些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这样 前五色没在当下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不执着外景 意识不抛圆过去 不抛圆未来 只专注自己的出入式 但是你还要将你的出入式 如果你很难 训练到自己 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数 一个是取 你怎样训练了自己 可以在出入式里面 真的concentrate 到好 你是数 一入的时候便数一 出不数 入来便数二 出不数 入来便数三 即是数入 或者你只数出都可以 入不数数出都可以 一路数到十的时候 你又回到一 有什麽好处 因为你 只是这样 感觉的所缘境 你会睡觉 想了别的事情 你都不知道 如果你数的时候 一旦没有了你的number 便知道你已经散了 有些人数到五便没有了 睡着了 有些人数到六便想到另一样 你一路数下去 字字不断绵绵密密 将这个心念靠在数字上 直以停止心恋美的妄动与分沉 妄动即是调举 妄动即是调举 分沉即是睡觉 是修学禅宗的大忌 调举即是整天想到另一样 集中不了 分沉即是睡着了 但如果用数的方法 你不要看清楚这个方法 释迦牟尼佛都是用这个方法 是数的 一路数 除意念跟着 breath 出入式的生灭过程 现在鼻子混入 入到下面 或入到丹田 丹田之后 It stops and it comes out again stop 时有一个period the past period 然后 come back again 即是follow你的breath 你会follow到的 一直follow你的breath 你会发觉 你的气息 越来越微小 越来越长 初初你的气息很粗 你会蓋着 完全听到 你再一路 收这个 Anapanasati 你的出入式 是很微小 而且很长 有很多人不够气 一吸的时候 吸到这里就没有了 他不入到丹田 有些人一口气 拉到很长 入到丹田 再很长 越长越小 越好 这就是教你怎样 sustain 你这个breath 好了 当你真正做这两点 现在告诉你两点 第一 Present moment and awareness 就是活在当下 察觉你当下 没有internal commentator Don't judge on every thought it comes in 即是活在当下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第二是怎样 Anapanasati 观你的出入式 有这两样东西 观你的出入式 现在九点钟 本来我说 说禅修 不是用文字的 应该说到 你用鼻息的时候 大家什么都不说 开始try out 入出入出 maybe we really should 我用十分钟的时间 第1 第2个step 第1个step 就已经 你可以将第1个step 跟第2个step combine 即是什么呢 我现在观鼻的breath in and out in and out 忽然间有人cut 我又let it flow out 忽然间旁边有些香水的味道 飘来 我又let it flow out 即是你将第1个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跟第2个Anapanasati combine 来修 那便修行 就是修禅宗 修禅法 你今天学了禅法 Congratulations 你不会以为 你可能不觉得重要 非常重要 释迦牟尼佛都是感情佛家 我们现在学习一下 就是这个breath 一吸入 你将你的focus 集中在这个breath 十分钟 你真的要做 不要站在这想一样 我想什么你不知道 观成法师 我想什么都可以 我在这睡觉都可以 这是你的事 我们学习一定要 态度要很 真切要严谨 你真是守着这个breath in and out feel it in and out in and out 觉得鼻息入 觉得鼻息出 一想到第二样东西 又回到这里 一想到第二样东西 又回到这里 十分钟 看看你可以做到多久 现在开始了 要瞇眼 眼睛 已经是十分钟过去了 在这个十分钟里面 当然有些人可以 完全能守得到鼻子 我们的脑子就像猿猴一样 它会走的 当它一走的时候 没有了这个鼻子 这个鼻息 没有了鼻子 又把猿猴取回来 把猿猴取回来 又守在这里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东西 正座 如果是用如来禅 释迦牟尼佛的方法 就是anapanasati 就是这样 但通常在anapanasati的经论里面 它讲鼻息 它未必将前面第一个步骤 讲得很清楚 只是拉过 即是说 Let go whatever comes in go out 但要加插那片段 就容易可以帮助你 收到这个 叫做安波首义 大家听到 我们大圣佛法里面 叫做安波首义 anapanasati 首义是首义 你就是用这种方法 已经成佛了 已经可以带动你去到四禅 继续说 当你 成功地 入到定了 当你是成功地入到定了 那是怎样的 是什麽情况 我说奇迹会出现 当你成功地入到定了 会怎样的 那你要明白 四禅八定了 我们 讲得深一点 不是经常在门上 慢慢看一看 我们要 什麽叫做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你要懂得这三个level 才知道怎麽叫四禅八定 即是 原来我们所生存在这个世界 是有三个层面 一个是欲界 一个是色界 一个是无色界 我们是欲界 欲界是有情欲 有男女的情欲 有财色 名色 随色 就是男女的情欲 一定有的 你没有男女的情欲 你不会来到欲界 当你在欲界里面修禅定 譬如我们修禅定 我们开始 还有 先讲这件事 修禅修 修禅定 我们修止观 止是定 观是位 一路修 修下去的时候 我们会去到欲界定 即是这个focus 定力 定力提升 会去到一个 Samādhi 是一个 去到定力非常强的时候 就叫做欲界定 在欲界里面的定 用出入色修行 最高在欲界可以收到甚麽 收到无味道地定 如果收到无味道地定 你就自然射离了五概 什麽叫五概呢 慢慢再讲 还有时间讲 在未到地定 再去高级 就去什麽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离生起乐定 定生起乐定 离起妙乐定 射念清静定 全部是concentration level 即是定力的逐层逐层提高 提高度已经超越了欲界的色界 在色界是没有男女情欲 你不要以为男女情欲是一件好事 男女情欲 拖着我们 不能够令我们去到色界 色界天人的寿命是以千千万万年计 色界只要有快乐无痛苦 但仍然要沉沦在六度轮回里面 还未究竟 他的快乐比我们高千千万万倍 当然在佛学里面 很清楚描写每一届的天人 他的寿命 他的快乐 他的情况 很清楚 我们今晚只是讲禅定 所以我只是告诉你 这些禅定 色界有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再上是什麽呢 这个定更加定力强 虚无边处定 色无边处定 无想有处定 非想非非想定 即是 禅定的 level 不断不断提高 如果能够在欲界未到地定 百万宗无一 没有人是这样 没有人能够去到这个定力 很少很少 或者有而不出声 这个定力不是困难的 未到地定不是困难的 有时我们坐禅的时候 可能会在一个钟头里面去到未到地定 但当我们一醒的时候 我们又好像凡夫一样 一路再上就叫做灭尽定 灭尽定和法界定 已经超越六度轮回的生死 不会在生死里面流转 六度轮回很恐怖 各下这一生完结之后 不是很简单 随着你的业力 投胎轮回到下一生 我经常用一个例子 每一个人的身体 每一个人 就是一个旅馆 天地如逆旅 所以 李伯的《道牧》诗也有说 生者为过客 死者为归人 天地逆旅 同悲万古尘 所以 人这一生是一个旅馆 天地一逆旅 这个旅馆 下一生是甚麽旅馆 不知道 看看带着你的业力投胎到下一生 下一生旅馆可能是六星级 可能是五星 四星 三星 二星 可能是B&B 你知不知什麽是B&B 知不知 Bet and Breakfast 只是包你一张床睡觉 早上包你吃一个早餐 什麽都没有 可能你下一生是B&B 都未定 只是有早餐和睡觉 什麽都没有 下午都没得吃 窮到什麽都没有 你看下一生去哪 投胎去哪 就是你这一生所做的业力 带动你投胎 你这一生的遭遇 不要赖你爸爸妈妈 没有留遗产给你 是你自己带动的 如果你爸爸妈妈留了很多遗产给你 也是你自己得回来的 别人得到千千亿亿万万 你不要妒忌人 他是应得的 他不是白白的 他是做过很多很多功德才有的 为什麽那个 亿万富豪 看他这麽有钱 他有些喜欢这样妒忌人 你不能妒忌 是他收回来的 他那时修福布施的时候 你一味是 贪嗔痴 布施不肯布施 人家今世就不响 人家今世就不穷 富贵的人 是因为前生布施而来的 长寿的人 因为前生戒杀放生而来的 今生 样貌捐好美丽的人 是前生忍辱而来的 所以人家骂你 你忍啊 你忍啊 你下一生就很漂亮了 你一生忍啊忍啊忍啊 你就可以了 你不要以为忍辱 忍辱是令人心平气和 同时 佛前供花 所以很多人喜欢插花 如果经常在佛前插花 你下一生 又要大业往生 你一定要很美丽的样貌 如果你想下一生时常开演唱会 应该怎样收 歌颂三宝 不要说人是非 你不说人是非 你歌颂三宝 下一生可以红馆 长长都爆满 因为你的歌声美妙 有些人一唱出来就天生 那些歌喉不用练的 那些歌声是有的 一唱出来 我知道有时别人告诉我 我又去看看是否那回事 有些五六岁的小女孩 她唱出来是Jazz的音乐 她自然唱出来 好像1960年代很有经验的唱首 她的经验在哪里 是前世带来的 她唱前世的 很多天才儿童 天才的人都是因为前世所做的事 今世的记忆 不是学出来的 有前生今世 很多这类的事情 这些不用再去发掘了 个个都知道有前生 如果没有前生 没有今世 没有后世 世界不公平 为什麽 我记得有位校长 我一说大家知道是哪个校长 我不要说名 她说我第一次开始信佛 我便相信一件事 如果没有前生 没有后世 这个世界不公平 我便因此对佛法有兴趣 为什麽 如果没有后世 我这一世做尽坏事 我下一世都没有事 不如尽做尽坏事 不要紧 我开心就可以了 我可以偷骄拐骗 亲心痴 杀盗淫妄 我开心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下一世 没有报应 就是因为下一世有报应 才是公平 下一世没有报应 怎麽会公平 越是有前生后世越公平 而且还有一件事 讲多些了 还有少许时间 有少许时间 你猜人间和地狱 哪里公平一些 我告诉你 地狱比人间更公平 为什麽 地狱 所谓是元君 元罗王 审判的时候 有没有看《幽冥文答录》 有一本书叫《幽冥文答录》 《幽冥文答录》是怎样的呢 以前是清末的时候 有一个人 很奇怪 去到某个时期 他忽然间 整个人暈了要躺下 一暈就三四个月 不用吃饭 他怎样呢 原来 元君那里 不够人手 不够人手 要借他做判官 去某个地方的判官 因为这个人是judge 真是judge 他判官判很多这些案件 他判案件在地狱里面的情况 将他写实出来 就做了一个叫做《幽冥文答录》 通常那些冤魂落到地狱 审判他不承认 没有做过 有什麽证据 没有做过 不承认 但他打电脑出来 一看就无法逃避 地狱一早已经有电脑了 那个叫照什麽镜 那个是个monitor 不过他那些东西全部register 你说你没有做过 开给他看看 一开 真确实实做过的东西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做过的他要受这个报应 就不会牵及家人 他自己做的 但你知不知在世界上 一人做事诸九族 那不公平 那不公平 所以你说地狱痛苦 人间痛苦千千万万倍 一人做事诸你九族 诸十族的也有 那个是谁 谁听广结善缘的举手 谁诸十族 涌等 方孝孺 方孝孺 不但方孝孺 诸十族 第十族 没有十族 第十族是什麽 学生和老师都要杀 不但方孝孺 你说公不公平呢 我不是说那样东西 我正在说这些 现在说回禅定 因为我现在九点四个字 还有过得十五分钟左右 要答问题 但不说 还有很多很多要说 只是说基本的 这里有很多 你去到味道地定是怎样的 你一路修行 有境界 有feeling 修行的feeling是怎样的 这里有四蟾八定 我告诉你修行的feeling是怎样的 我们有欲界定 味道地定 色界四蟾的蟾枝 通常蟾的感觉 有沉是喜乐 心一景和舍 沉即是什么 沉即是apply thought 即是找一个所缘境 即是找你的鼻息所缘境 你找到所缘境 其他的东西你没有了 你自己集中这个所缘境 令到你有focus 好了 是什么呢 我现在简单说 其实沉是 是修止观 包括很多东西 但我先说最重要的 因为我说的是 出入识 沉即是找到所缘境 去focus 令到你禅修成功 这就是出入识 是什么呢 字就是 You sustain the thought 念念双俗 这个所缘境 都是没有违望的 都是这样training到你很focus 当你一直training到你focus 在所缘境的时候 你便开始有什么 轻安 轻安是什么 描写不了 即是你的快乐 是钱买不到的 这些是感觉 很多学禅的人都有 我不怕我告诉你我的感觉 我们静坐也有感觉 当你有轻安的时候 你是不想离开你的座位 你盘腿在打坐 那种快乐 整个充满到 我永远都可以这样坐下去 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我不想离开 因为我已经入到那个境界 我未经验过 原来人可以这么快乐 人可以没有烦恼 我不想离开这里 我能否继续下去 但你不可以 那便要起床 我第一次经验 不是要起床的 就是要煮饭 为什么 当时我在大学读书 第二年 我一坐就坐了五小时 不需要坐下去 但不可以 明天要上学 没有精力 要吃午餐 吃午餐 吃午餐 还有四点钟的课程 起床煮饭 便要起床 即是你 可以一直坐下去 那种快乐 我去过马来西亚 有一年 不知道有没有告诉大家 我在的士 我又得到一个启示 那个的士 我把整个故事 删除了 那个的士有个伯父 在瓦坦里 静坐了十几二十年 叫瓦坦 不单 跟这些人静坐了几十年 有一天他回来 跟他们的伯父 说 goodbye 这个的士是他的伯父 他说什么呢 我现在回来 say goodbye to my relative 为什麽 我要入山洞 入山洞做什麽 一直推门封锁 里面又没有电 什么都没有 他说我入山洞 就静坐 五年后 你们再打开山洞门 如果我死了就算了 如果我还未死 I'll come back with a message 他不是傻 有些人静坐到 他不用吃东西 不用空气 他就静坐那种奇迹 数之不尽 不要说那么多 就是说轻安 轻安是什麽呢 有一种快乐 是你描写不了的 例如《韩山寺》中 问他怎麽快乐 我昨晚就说 怎麽快乐 吾心似秋月 逼谈清皎结 何物堪比论 教我如何说 即是说你问我的心 现在怎麽轻安 那我没事的 我现在在山上 怎麽快乐 好像秋天 朗月高照的时候 明亮无比 一尘不染 这两样 他都不知怎麽意会写 碧潭清皎结 那心的清静 好像碧潭湖里面 一尘不染的湖水 很宁静 Completely peaceful Peace of mind Extremely peaceful 这样描写 不是用什麽描写 无物堪比论 我都不知用什麽 告诉你 教我如何说 我怎麽说 Describe beyond description 如果你用这个focus去坐 去到欲界定的时候 如果你有轻安 你就去到欲界定 你这种快乐是无比的 你去到欲界定 再过一些 你的轻安又提高 增加你的深一境 深一境 即是 Singleness of mind One pointedness of mind 即是你集中的 Sustain 所缘境 你经常想着这个鼻息 是 直接focus 是没有第二个念头 Only one thought 这个是深一境性 你又去到未到地定 去到未到地定 地便会步入初禅 如是者 这些这样的境界越来越增加 便去到三禅 四禅 释迦牟利佛根据经论说是三四禅之间 超越生死 在这四禅便可以超越生死 你还找什么 但是 经过很长时间的训练 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一直收下来 所以你说禅鼎 It's so interesting that It's beyond description 你以为你打麻将很 interesting 你以为你看YouTube computer games 很 interesting 什么对你来说很 interesting 没什么 因为你现在 You explore into something beyond description 你走入一个心灵的解脱 清静 一个完全是涅槃的境界 这个境界是无以伦比的 可以令你超脱生死 这就是四禅的境界 我将五禅之再讲得清楚一点 什么叫沉 以敲钟为譬喻 钟声好听的 当一下便是沉 开始 如果用非料来计 因为那只雀一展翅一飞 未飞 展翅而飞 初步的 你用Anna-panasati 去沉 找到所缘境 找到静坐的方法 那时开始就是这样 是 是什么呢 sustained thinking 例如打钟为譬喻 这个钟 一敲荡 当一下 继续的钟声 很绵软而又长 是非常愿意的 以飞鸟为语 那个鸟已经在空中 展翅而飞 sustained the flight 唯有是这样形容 还怎样形容呢 就是这样沉 暗示 再下去 起了 Raptual of Joy 有微小的起 有些微小的起 你的头 毛 发 会树起 或者忽然间流泪 流汗的 这种流泪不是悲惨的流泪 是起极而流泪 或者忽然间 你的头 毛 树起 有很多禅师说 头毛 树起其实是什么 因为人有 energy 其实你里面的 energy 在你的毛孔里面 射出光的 aura 那些 energy 一直奔放出来 这是微小的 顿起即止 有时候的振动 Joy是很振动的 持续的振动 速动的振动 浑身的振动 这些是在禅经里面 去describe 这些喜乐 这些喜乐 也不知怎样形容 所以禅师 他的快乐 你以为他穿着烂衣 这个怀想 好像很苦 在自己煮食 他的快乐 你以为你有一千亿很快乐 可能你有一千亿 很麻烦的东西 会将到 金钱不是万能 但是 Money 会不会给你幸福 Only peace of mind can Peace of mind is for meditation 你用一千亿 拖着你 你没有peace of mind 你会不会快乐 你经常怕别人会敲门 第二个斗轮到你 你会不会快乐 你的游泳池里面有三亿cash 在游泳池底下 随时会挖出来的 你不知何时会挖出来的 你有三亿cash又怎样 快不快乐 很不快乐 但你会拼命为三亿而卖命 回头是望 继续 乐是乐 乐是blis 以沙漠的行者为遇 起 如行者发现水源 起了 我发现了水源 但你未到的水源 乐 就是你走到水的时候 饮用的时候的起源 唯有是这样描写 当你长期在沙漠没有水的时候 就要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水源 快乐是否快乐 你还未喝 乐是甚麽 正是起 你还未喝 你发现了水源 乐就是你喝了 你喝过的水 起源 心一性境是甚麽 心一境性是名正定 jemottor 即是samatta 搭善心一境性 是为samatta 心一境即是不攀缘外境 专注一境的禅定力 专注一境 专注一个境 以前我在这里说过 三年前 说过九心住 九种mental development 我以前说过 但现在就这样立一立 内住 等住 安住 近住 调顺 直正 最极直正 八 第九 等词 那个心一境性就是等词 我三年前在这里说了 两堂 三堂 专注在如期诗地论里面 将九心住这个修行的方法 提出来 逐步逐步修行 就是九心住 我说过的 大家可以 有视频 我上次外面都有视频 专注九个方法 逐步逐步修行 即是我刚才所说的 Annappanisati 有个所缘境 不过这个讲的方法 就是如期诗地论里面的 九种不逐步逐步修行的方法 与我今天讲的一样 但它用不同的角度去讲 我想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我还要讲 初禅定是怎样 二禅是怎样 三禅是怎样 四禅是怎样 空无边主定 色无边主定 没有时间讲 你认为这麽容易 要讲很多日 现在已经很简单 但你已经够 You already have enough homework to do 你已经够 homework了 你学习什麽呢 第一 Let go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Let what comes in go out Through all the senses 第二 你的focus就是你的breath In and out breath 如果你可以达到这里 你能够得到轻安的声 你来找我 我告诉你 轻安 轻安 你觉得我轻安 很轻安 那时候才说 还有 警戒不可以告诉别人 我已经破了例 不过不要紧 为你而牺牲 破了例 这个是 有什麽是轻安 轻安就是 寒山子也有说轻安 吾心不至修悦 逼谈清皎结 现在开始答问题 答问题第一 怎样紫色网念 怎样可以修好心 怎样可以降伏心的念头 紫色网念 以网来紫网 紫色网念 你的网念有多少 无量无边 你便用修行的 Anaphanasati 去知识网念 就是用修行这个方法 专注于避色的方法 去知识网念 请问修禅静坐的心 是否 不想甚麽的网念 我便说了修禅 怎麽会没有网念 但网念一进来 便流出 你便用这两个方法 所有这些 讲的问题 都徘徊到 你未正式开始你的禅修 你一开始禅修 你不用问我这些问题 你自然也知道 坐禅的时候 没有东西想 事不事不正 不正的 如果坐禅的时候 没有想东想西 是否不正 即是你想想东想西 你坐禅的时候想想东想西 你不想东想西 当然好 你focus就好 第二个问题 请问人修了邪禅会怎样 你是否修邪禅 邪禅的意思是 你修禅定 但你没有戒律 有些人有很大的定力 他的定力很高深 但他怎样 杀生偷渡邪淫妄语 可能在某某的居士说 他修禅定修得很好 但他有一个太太 三个女朋友 那是否修禅定 即是 禅定是用戒律来支持 你没有戒律 便是邪禅 你一方面做所禅定 另一方面 是撒嵩偷渡邪人妄语 贪嗔痴慢言恶见都齐 那便是邪禅 还有如果你是修佛法 你是增加智慧 但你不修戒律 杀生偷渡邪人妄语 这些是邪慧 有邪的智慧 第二个问题 因法师能把禅修解释得十分清楚 深入淺出 是众法师解释得最出色的一位 不敢当 因今晚我能领略到修禅是怎麽一回事 如果领略到便好 最重要是你知道为何 禅修最重要是知道你的心是怎样想 在那里学到观诚法师初步的如来禅 很难破自己的妄念 今晚便学了 你已经学了也不知道 在那里可以学到初步的如来禅 你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即是 Let go Let whatever comes in go out No internal commentator 你不要什么都戴自己的有色眼镜 但你又不要用这样做藉口 别人说你不要戴个有色眼镜 你不要用这样的藉口 这是用来律自己 不是律别人 不要戴有色眼镜 You tell yourself You don't tell the others Come on you don't agree with what I said You have an internal commentator Shut up 你不是用Shut up 别人的 Shut up 自己的 The discipline is to discipline yourself Not to discipline others 眼不闭上又集中不了 眼闭上又分沉 法师应如何处理 你都是要投胎六道论媒多 眼不闭上又集中不了 所以要闭上 一闭上又要睡觉 还不注定你轮转生死 你轮转生死多些再说 受多些苦先 受完苦你会说我也是受救了 怎办 我真的要努力 有些人要衰到贴地才行 衰到贴地的时候他便翻身 就是这样 置诸死地而后生 本人想开始学佛 有朋友建议我先上佛学班 有朋友建议我学禅修 其实我只会念心经 刚开始学念你那种 凡文大悲咒 请问我已经上佛学班 这是学禅修 这是学什么呢 如此复杂 禅修即是佛学 佛学即是禅修 我认为你这样 看看禅修是哪位老师 佛学班是哪位老师 找些稳健一点 因为禅修如果收错了也很麻烦 老师乱指 不是这样的方法 你收得不好 不如你先上佛学班 法学班是正正统统用 文师修入三摩地 有句话 以文师修入三摩地 三摩地是什么 Zamati 即是定 以文师修来修定 怎样文师修 文 先去听文见文 从佛经从听文听得多 听文见文佛经之后 去思维他的义理 思维了义理之后 实行他的义理 这样才会开始学习 这样的基础会好些 明白吗 有些所谓的师傅可能鬼上身 能知过去未来 就说自己是开悟 如何正悟他开了悟 开悟之后是否会有神通 有副产品 我告诉你 任何的 出家也好 在家也好 如果他告诉你 有上人法 他已经犯了戒 什么是上人法 说他有神通 我有神通 他已经破了戒 还不成为出家人 他告诉你有神通 已经大有问题 他不应该告诉你有神通 我刚才说的 轻安不是什么 不是神通 你定正在 自然有轻安 祖师大德也说你有轻安 轻安不是什么神通 是一种感应 但神通就不同了 有他心通 有宿命通 有天眼通 有天意通 还希望你有财通 说说你有多少钱 可以得到什么通 如果任何人 以神通 来埋伦 这个人肯定是骗人的 注定你会被人骗 有些人心甘情愿被人骗 因为他迷了下去 他会被人骗 你要收多些钱 增加你的智慧 你不会被人骗 应如何处理 有一位男性居士 他慈上穿着女性的衣服 更光明正大 入女次 但又不好意思 直接去指证他 是否男性 应如何处理 大家明白他在说什么 我没有预先看到这个问题 我随读随答 但我认为 你这么多事做什么 将这件事交给management 与当事人说 当家法师有这样的情况 有一位男居士冲入女居士 你告诉当事人 不是直接与他交涉 你与他打架吗 你直接与他交涉 他会否接受你 你又不是当事人 不要越拳 不要越拳 你在做什么事情都好 你在别人的社团 应该将这些事情交给社团的人处理 你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你不关你的事 你这么诛事做什么 不过这样 你要注意 如果你看到他在这里 你出入厕所 要锁门 你自己保护自己 就是这么简单 听听 或者 你有些女居士是你的朋友 你便跟她说 刚刚居士 你留意那个人进来的时候 要小心 你继续小心些也好 第二个问题 如坐禅 将某一个烦恼Let go 坐完之后又生同一个烦恼 是否继续Let go 持续Continue 练习 最终可以放下此烦恼 坐禅的时候就训练 Let what comes in go out 当你 When you are getting used to it 行住 作恶 你也会Let go 你会产生 没有烦恼 因为Let go 不是 impractical Let go 不会被它影响你 不是代表Let go 之后 你什么analysis 都没有 什么logical thinking 都没有 不是 你训练 你不要emotionally interact to your environment You can still respond to the environment with rationality with analysis but you don't interact with emotion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 Let go 的意思是 你不会用激情去执着 去攀缘外境 不是代表你不分别的外境 我说什么不分别 男人不分别 女人不分别 那你入座厕所 你生日分不分别 男肆不分别 没有所谓的 没有分别 男肆可以有女肆 女肆可以有男的 可以吗 分别一定要分别的 只是你不用激情去分别 不去执着 所以你问我 烦恼之后是否一个烦恼生意 你Let go 多了 你就会少烦恼 而且通常人的智慧 为什么会低呢 就是你太多烦恼 阻止你的智慧 当你不会让这些烦恼 控制你 你的脑更加清晰 这个就是智慧的产生 你越静坐得多 你的智慧越高 为什么呢 因为你clear了你的pollutance 你的mirror 里面 拆得都没有pollutance 你会更加容易 You can look at it clearly without illusion 所以静坐会令到你增加wisdom 你慢慢let go 你习惯了let go 你平时也不会那么容易发怒 从事 如果你经常let go 你会影响你的家人也会信佛 他见到你以前经常一说一句就发脾气 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很柔和 你的先生 子女 为什么我妈妈 我太太越来越来越好脾气 以前一不合就成你了 现在不是 因为怎样呢 他懂得脚 请问四念处收集是否等于禅修呢 如果不是等于两者有何关係呢 四念处 不单只是禅修 还有慧 即是子观 什么是四念处呢 观身不静 观受是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身受心法 观身不静是破淫欲 破贪的 凤亲淫欲强的人 你修四念处的不静观 就是破除淫欲 我告诉你 当你的淫念减少的时候 智慧会增 这些故事不要说了 因为这么多回答不了 观身不静 观受是苦 我们通常的受是什麽呢 我们遇到外景的时候 我们不外有三个受 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当你有苦受乐受的时候 你便会痛苦 苦受你便会痛苦 有乐受的时候 当时快乐 当我乐过的时候 乐消失的时候 又是痛苦 所谓归根结底是痛苦 但观受是苦的时候 你便会苦乐 不苦不乐 你怎样去 Respond的时候 你会更加清晰 你会更加不会执着它 所以 伸受心法 能够不单止令到增加定力 还增加你的智慧 所以与禅修 是等量齐观的 是一样的 因为禅修 即是定和慧的通称 亦是戒 定和慧加上就是禅修 凡亲定慧有的人 必定有戒律 有智慧的人 一定有戒律 无智慧的人 也不会有戒律 所以戒定慧一定是三样东西 是合同来修的 所以佛堂叫做戒定慧 请问烦恼元这六根 比如说 本来希望买房 如果不想未来放下 便不买房 不买房便不储蓄 如果不储蓄 那我怎样解决住宫的问题 很practical 叫你去静坐 不是代表叫你不要去买房 即是你越静坐 你的头脑越清晰 你就更加懂得如何买房 为什麽 你的头脑清晰 你会知道 我买房的程序要怎样 我会盲目的 我才知道如何选择地点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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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地点 看自己的财力 我不会乱听经纪的说话 因为我怎样懂得分析 更加清晰 所以如果你静坐得多的时候 你自然有智慧 怎样去储蓄 自然有智慧 怎样去买房 自然有智慧 会安排你一切 一定会解决住屋问题 因为 《诗门》中说的 制心一处 无事不办 当你的定力 定道的智慧出的时候 一切智慧都是现前的 世间的智 老实实 我以前是很笨的 但是慢慢的智慧水俊都高了 因为你修禅法 自然的智慧水俊都高了 其实任何人 如果想你的事业成功 想你的学业成功 你修禅 一定会成功 不只是宗教说的 Positive Thinkers 北美洲有很多 Positive Thinkers Motivators 有很多Evangelists 其实他们是Motivation的 那些Evangelists 讲经不像我们那样斯文的 纳喊的 Let's do this Come on 如果不是唱几首歌给你听 我都没唱歌 还要唱歌的 是Motivation They do it by motivation Motivation What do they motivate? They motivate their mind They motivate your mind to do something Whatever the mind The mind can be motivated The mind can do 你的 mind可以做到任何事 The mind is inconceivable It is so powerful Whatever you want to do You can do it If you have the right mind 如果你能够训练到你的脑 去随随正道 不但你的事业成功 你还可以走入无上正等正觉 成佛 成佛也是同心成佛 天堂地狱也是同心成佛 即是要修心 心就是你的脑 脑就是你的 mind 所以佛法在现世令你快乐 不是等待你下一世 佛法叫你脱离痛苦 佛法叫你很简单 叫你吃素 哎哟 吃素 我没得吃叉烧 没得烧鵝 没得吃鸡 但吃叉烧鵝 吃鸡 现在的肉可能会吃死人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genetically alter 那些基因全部改造 所以现在每个人都说是organic 自己毒死自己 慢慢 所以你吃东西 你有智慧可以解决很多事情 受了五戒是否可谓家人买活生生的海鲜 家人杀生食肉有何方法令到他改变呢 受了五戒买活生生的海鲜汤 你就犯了戒 你要跟家人说 你就不要受了杀生戒 受了五戒不杀生 你就不可以买海鲜汤 家人杀生食肉有何方法令到他改变呢 我想第一件事是你改变自己 你改变自己对他的态度 你受了五戒之后 你家人更加觉得你更好 他会改变 因为他会看你的 看你受了五戒之后是怎样的 这要慢慢来的 三言两意很难跟你说的 我们不应该有分别心 本人疑问戒定慧已经有分别心在 我们应如何理解 为什么你说我们不应该有分别心 你不分别心 男次去女次去女次 分别心是有的 你又不是木头 为何没有分别心 是叫你不要执着 不要用激情去产生你的分别心 有善有恶 戒定慧九日 这种是戒 这种是定慧 这种是人慧 有个分别 戒是慈戒 居士有五戒 有八戒 有菩萨戒 比丘有二百五十戒 比丘来三百四十八戒 每个戒都不同 有分别 难道居士受比丘来的戒 比丘受居士的戒 有分别 有男女的分别 穿衣服有没有分别 无分别的 男可以穿女衣服 女衣服 男衣服 分别是有的 分别是很重要的 但不要用激情去分别 不要用执着心去分别 不要用贪亲痴杀道淫妄去分别 分别心是有的 你不懂分别的时候 外道就当是佛法 有篇文章叫做《法菩提心文》 信佛都有几种不同的分别 大小真毅方圆 邪正真毅大小方圆的分别 这些法是邪的 邪正的 真的 毅的 大的 小的 方的 圆的 分析得很清楚 是说的 那位法师 《法菩提心文》 《沙昂大师》作的 我也有影片 是怎样法菩提心 法菩提心的分别在哪里 真是要去分别的 什么是大的菩提心 小的菩提心 港的菩提心 大小真毅 全部有分别的 为什麽没有分别 所以你听东西是否有分别 甚麽人不适合修禅 甚麽人不适合修禅 甚麽人都可以修禅 你是否用一句禅计来考我 应该修禅便修禅 不应该修禅便不应该修禅 就像赵州重临禅师 他打禅七的时候 很喜欢考我的学人 他走出来 大家要准备打禅七 他走出来考我的学人 在四方八面来的禅和子 他问你 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在哪里来的 来了多久 来了多久 喝茶处 喝茶吧 你在哪里来的 少年不知来的 来了多久 他听就知道你有没有开悟 喝茶处 昏昏饼赵州茶 赵州常常叫喝茶处 喝茶吧 你未度假 他考虑学人 唐主做了四五年 从赵州 赵州说 赵州 从少林子来的 你又叫人喝茶 来了三年又叫人喝茶 来了十年又叫人喝茶 初年又叫人喝茶 为何会是这样的 你来多久 你来多久 我来十二年了 喝茶处 就是这样 他不用说 他问你几句 就知道你有没有开悟 你最好不要回答 shut up 就像公敏子 德林老外相 最后的禅戚 道一句出来 没有人敢道 我说不敢道 但有时我自己这样笑 他问我 你从哪里来 你从哪里去 我昨天没有说 其实可以回答他 我从应该来的地方来 从应该去的地方去 搞定了 当意念来时 为何可以降伏出入 当意念来时 为何可以降伏出入 你的意念是想着他进入 想着出入 我现在的空气进入 空气出入 你经常想着他 你不会想到别的东西 当你想着想着 不是的 我只是说是开车来的 我现在在停车场里面 车头灯还未关 一会儿没有电 没有电 便不能停车 便想着 没有出入式 别想着 我现在想着出入式 我不管车 一会儿不行 再说 他就叫人家的电脑 打电话 找朋友帮他 别想着 便走回这里 便对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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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便能够降伏出 舌头上额 舌头上顶 很容易有口水 可以用放松状态 去注意呼吸 你怎样注意口水 怎样坐 注意心 静坐 所以我早就说了 很多人把你静坐的外相 注重了 忘记了你为何要静坐 要怎样盘腿 盘腿是否要双盘 单盘 你知道是否要顶上额 顶是否顶着牙 顶着上额 不顶着可以吗 眼睛是否合一合 时观什么 很容易做的事 反而心里面怎样 create present moment awareness 当下怎样随出随入 那些你不去做 做这些门外的事 穿什么衣 应该坐在哪裏 这些不重要 调举与分尘如何应付 如何解决 调举即是想东想西 分尘即是睡觉 应该如何解决 如果调举的时候 你集中精神在那一点 便会调举 通常人怎样会调举与分尘 讲分尘 分尘的人 那些人不积极 没有诚心 如果 一个皇帝说 如果你分尘 立即要斩首 看看你分不分尘 你不会分尘的 因为要斩首 有生死之危 因为正座对你们说 坐下行不行 行不行 行不行就行 行不行 今天不行就明天 那类的人很难进步 有些很坚强的人 我一定要在这十年内 要达到未到地定 或者三年之内 要去到初线 那些就容易开行 他有这个坚毅的毅力去做 即是有做又行不行 不做又行 做是36 不做是36 现在不是36 不知多少 以前1960年代 70年代 做是36 不做是36 即是你没有那种坚毅勇猛的心 你这样坐时 不够精进 你会睡觉 你不够精进 你会睡觉 因为对你来说 不重要 如果我坐时 我继续坐下去 不行 我一定要精进 我不要睡觉 这是说你的毅力 另外一个 你真真正正很累 真真正正很累 如果很累的时候 你便去睡觉 我记得我看过 Ajl Brahm 大家知不知道他叫Ajl Brahm Ajl Brahm 是一个很好的禅师 是一个Australian的禅师 她的经验是 她有一次领导的禅七 在Australia 有一个女士是executive 经常工作量很忙 她打禅七的第一天 一朵是睡觉 因为太累了 Ajl Brahm 跟她说 你不要打禅七 你用这首一两天 去睡觉 尽量睡 这个女士睡足两天 不断睡 又不断休息 第三天出来的时候 她比每个人都打坐得更加精进 结果 到最后那天 她是一个 最出色的禅修学生 因为她将所有疲倦 完全睡好 完全整装待法 所以有时不是一尾死来的 不如好好地休息 休息到最好的状态 禅修是要你最好的状态 去禅修 即是如如我们给一个 boxing example 我们不是發揚暴力 blessing 的暴力 就是你和 Opponent 打的时候 你要鋤入他 不是让他鋤入你 你要鋤入他的时候 你运运恶恶恶 两下鋤入 你 两秒钟就会吞 便经常语 但要注意如何逃避 如何反攻 禅修简直是一个 Boxing competition You have to have the spirit of Rocky to be in your meditation Rocky 如何 train 自己 I want to win 他一定要打赢 禅修就是要战胜所有六根 眼睛不去执着一切 你没有这个强力 坚韵力 如何去禅修 凤凡禅修成功的人 他什么都成功 因为他变成了毅力 所以年轻人去禅修成功 他真是前途无量 不单止前途无量 还可以走入无上正等正觉 最好有些education的教育家 将禅修这个课 列入他的课程里面 尤其是在大学里面 列入curriculum 若禅修时 自发工一出 身体有遥动 会有的 禅修时有些气功里面的遥动 你不要让他遥动 也不要紧张 你可以控制 通常 气很足的人 有时会有遥动 随着他的breath 也会遥动 有些人会感觉 遥动了之后 他会觉得很relax 八足里面有一个 叫做动的足 即是未去到肉界定的时候 有八种感觉 其中一个感觉是动的感觉 动的感觉不是真的移动得那么紧要 移动的是初步 他真的移动的时候 就不是身体移动 是里面的 无孔的移动 这种移动是不会烦扰到他的 就算你自己的气量移动 也不会烦扰到你的 有些人移动了之后 全身汗出了大汗 很舒适 你初初 如果真是移动的时候 你便让他移动一下 你不会缩辱别人 你便让他移动 但如果他移动得太厉害 你要控制一下 你亦不可以说 我喜欢这种移动 我希望我今次正座 我又要移动 最好移动 移动多一点 你不要务求这种移动 他自然来的便由他来 他自然去由他去 移动有很多种 有时候 整个面都会移动 自己的毛孔都会移动 有时候 一打坐的时候 你会发觉 别人不见得到 你发觉自己的牙齿 不断 vibration 就像你用的vibration fork 有些震荡的叉 做经验的 一坑内 叉叉一直震动 原来每一个人的牙齿 牙床 是不断震动的 很微细的震动 当你静坐的心静的时候 你会发觉整排牙都在震动 当你把整排牙震动的时候 你就会很松弛 很多人学静坐的时候 都是先松弛自己的牙齿 因为当你生怒的时候 咬牙切齿 咬牙切齿 所以你面部的放松 有些人喜欢 一放松 先放松口部 因为你放松不了鼻 你的鼻如何放松 耳能不能移动 它如何放松 牙会移动 眼睛也会移动 有些人喜欢用牙齿 整个棚牙 慢慢让牙齿 不咬到牙齿 慢慢把棚牙松松 你会发觉 当你的牙床一松 不会咬紧的时候 整个面孔就会放松 你的牙齿都会冻 所以动是会有的 但你不要执着那种动 喜欢这种动 爱好这种动 甚麽是无我 甚麽是怎样是无我 假名为身 四大无主 无我意思是什么 你不执着外境 无我即是无自性 一切都是原生原灭 原起圣空 无有自性 所谓一切的事是因缘生就有 因缘灭就没有 所以它没有一个常住 它是无常的 所谓无我 不是说没有了我 我有我 怎样是无我 没有一个自性去执着 如是者 我这个身体都是无自性的 所谓是无我 为什麽 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如成的 身心是五蕴的世界 色受想行识 色就是这个身体 受想行识是我的精神 我是身体和精神的祸合体 而这个祸合体是原生原灭 缘起圣空 无常计苦计空 所以没有我 不是说没有了我 我姓陈 没有了我阿陈 是因为是无自性 顾空 没有一个常在的自性 妈妈刚刚去世 我每日都念 都感觉伤痛 我知道对妈妈不好 但可以怎样做 可以怎样放下 观成法师可以帮我 给少少时间 回答一下我可以 可以 少少时间 详细的时间都可以 你妈妈去世 你感觉到很悲痛 是会有的 因为你妈妈带你 但你告诉我 你对妈妈 不多好 不是那么好 你说你对你妈妈不好 这个我要详细知道 有些人孝顺 他好也认为自己不够 亦有 我可以对我妈妈更好 会有的 会有的 你看到的情况 你对你妈妈好 你尽了你的力量 就算了 或者你的财力 或者你没有这样的时间 你尽了你的力量 妈妈也不会怪你 如果你真的对你妈妈不好 唯有参悔 如果你妈妈去世了 你参悔 你可以做一切的善事回向给她 甚至乎你发愿 你弥补你对妈妈不好 你发愿我要做某一件事 将我这个功德回向给妈妈 但到时你真的做这功德 你不要得到一个说字 现在又说 我怎样对妈妈好 到时真的叫你做功德 叫你发愿的时候 你又不去法 功德又不去做 你问我这件事 告诉你 你真的要去做 现在很简单 如果你真的对你妈妈不孝不好 你现在感觉到很痛 很疼 你便向佛面前参悔 除了佛面前参悔 还可以向你妈妈的连位 参悔也行 你参悔 我要弥补我所做不足的事 我现在恕欲正而风不适 只欲恙而亲不在 我感觉到很奥佬 你便尽你的责任去做好某一件事 将功德回向给你妈妈 那便更好 你一尾伤痛没用 你一尾attach the past 你对你妈妈不好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你再想着以前的时间 你执着以前对你妈妈不好的时间 会不会令你妈妈更好 因为你对你妈妈不好的时间是 past time 你再重复你对妈妈不好的时间 你便会不单止增加你的痛苦 还增加你妈妈的痛苦 为什麽 当你经常想着你如何刻薄你妈妈 如果你妈妈在天之灵 她知道你这样 她会想 对呀 你是这麽壞 你也不帮助你妈妈 forget you still remember and attach to it 对于两个size也不好 对你妈妈也不好 因为她感觉到你 还想着她对她不好的时候的事情 她又会想起 你又会想起 即是大家 如果你妈妈遭在世的时候 你便叫你妈妈 妈妈坐在这 我以前对你怎样壞 妈妈说 对呀 怎样壞 她说 大家将以前不好的事情坐在这裏再重复 重演一次 对这两个人有没有好处 你告诉她 没有好处的 你将以前的事情 用表演的方法 再表演一次 再表演一次这些壞事 对没有人有好处 唯有将这件事 Let it go Let the past come in It will come in You can stop it But let it go 一 come in 时 let it go 不要再想了 唯有是 actively 去补过 就是这样 坐禅不宜用呼吸 或佛 或念佛 六字大明咒 或南无阿弥陀佛 你坐禅就是用坐禅 你坐禅的时候 用阿弥陀佛坐禅 都可以的 有些人的所缘境是阿弥陀佛 即是吸入的时候 阿弥呼出的时候是阿弥陀佛 他的所缘境不单只是 不单只是touch 通常所缘境就是touch入出 用竹来做所缘境 你现在加多一个所缘境 就是里面的声音 或者是 Image的文字 即是你从一个所缘境用两个所缘境 你又乱一点 你的concentration 没有那么好 可以 多一个所缘境 多一个阿弥陀佛的所缘境 也可以 如果你这样训练自己 in and out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用一个所缘境 多了一个所缘境 但也可以的 子观只是沉静下来 观是坐禅 仍保持清醒状态 子观不只是沉静下来 观不是坐禅 子是紫色网念 观是观无所得 子是定 观是位 是否要保持清淨状态 坐禅永远都是清醒状态 清醒状态 坐禅是清醒状态 当你不是清醒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昏寻 好像有些居士跟我说 我今天坐禅不坐得多好 我45分钟都很定 我说怎样定法 他说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的judgment 是你不是定的 你是睡了觉 因为他说我一坐下去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你坐下去什么都不记得了 不是你定的 你是睡了觉 你坐禅是应该记得的 名正言住 每一个念头都是on breath 我现在坐禅 每一个thought is on my breath 是concentration one pointedness of mind 怎会什么都不记得 如果有人说我坐禅 我坐下去 一醒 已经整个钟头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 你就是睡了觉 不是入得定 因为坐禅是要怎样 每一个thought 你都要知道 在清醒状态里面 每一个thought is on the breath 坐禅是否一定在禅堂修 能否在家修 当然可以在家修 坐禅不是一定在禅堂修 但我现在知道 香港的地方是很合宅的 那些space 房租又贵 那些apartment 又不是很宽阔 所以很多人住的地方很窄 而且一个家里面 可能五六百尺 要住几个人 你可能没有 没有这样的location 静坐 我提供你一个方法 早起半小时 在床上静坐 当大家都在睡觉时 如果他有snoring 无法止 他在避寒声 Let what comes in go out 最好是利用早起半小时 或者早起一个小时 你一定有坚强的毅力 早起来静坐 如果在家中有静坐的空间 你要珍惜 不要用空间来放电视机 宁愿放电视机不去静坐 或者宁愿放在樽子也不去静坐 有些人有很好的条件 不懂得用 有些人没有静坐的space 如果你有的时候 你应该珍惜你的space 你用你的space来静坐 如果你真的没有空间 你可以去park静坐 去花园 或者去有蝉修的地方静坐 或者你可以去宁静的图书馆 你不需要翘脚 去图书馆是很宁静的地方 坐在这里 人家不知道你是静坐的 你真的可以静坐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很多地方 你拿一本书放在这里 你自己在静坐 都可以静坐 但是如果人家没有位置坐 你真的不要押了人家的位置 你是静坐 你不是看书 你是静坐 图书馆可以静坐 有些人还可以去coffee shop静坐 拿一杯coffee 我听到有一位居士跟我说 去日本的coffee shop 你可以坐半天 那些是静坐的地方 他不介意 你拿一杯咖啡 坐在这里喝杯咖啡的时候 有咖啡提神就可以静坐 静坐的人可以喝咖啡 可以喝茶 静坐的人是用茶来令自己精神 虚运老外相 虚运老外相不单止喝茶 他仍是种茶 直茶 自己摘茶 自己种茶 他的诗词里面全部讲这件事 睡起自烹茶 一睡醒的时候 他第一件事未静坐 虚运老外相未静坐 他就要煲茶喝 禅门是喝茶 禅门只是喝茶 现在有些人去喝咖啡也可以 喝咖啡有什麽不对 又不是杀生 如何放下心中的悲 如何才能放下心中的悲伤 就是将你过去的东西放下 不要想 不要再想过去的东西 但很困难 要学习 所以正座就是 你自己是 你的源侯的trainer 你要train你自己的源侯 心里的源侯 是很interesting的 可能你未发觉这个interest 是很有趣味性 很joyful的 当你能够将你心内的源侯 训练到 可以走上无上正等正觉 他可以念来即时 无论说话 无论如何处理问题 你都可以做到 你的源侯就是你训练出来的 信佛学习 守不了戒律 到轮回时 念到会否去到三恶道 最好你要持戒 持戒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 什么叫戒定位 我们通常 人是如何犯到 有烦恼 心里面有烦恼 心把持不住 所以会对外境的执着 释迦牟尼佛 因为人容易对外境执着 所以立了这些戒 能够粗犷地让我们不去作业 从粗那方面来看 因为以我们的定位是不够力量的 一定要用戒来带领我们入去 你连戒律也没有 你就说不到定位 所以你先先 信佛一定要有戒律 你没有戒律 你谈不上定位 因为戒律是令到你 粗犷方面不作恶 即是清静你的心 戒律里面有了之后容易入定位 所以戒律是非常重要的 因戒而生定 因定如法位 视为三无流合 戒定位 一定要戒 如果出戒律没有戒律 玩完 不用再玩下去 这些没有戒律 怎样为出戒律 越戒律越守得好 就越清静 当然有些戒律 不可以默守成规 有些人会认为 什么戒律都可以开源 什么都有exception 你当然 不是迟得好 你当然是什么都有exception 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开源 尽量去守 但是有些戒律 当然2600年前的戒律 很多时候 未必practical 尽量去守 有些人可以守 譬如我们不足拿金钱 我可以说正 你付钱的时候 我手不捉拿金钱 我便说正 说正 我不应该捉拿金钱 不会引起我的贪心 但我也要 我怎样乘搭地铁 我便说正 这些施主给我的钱 说正正 正化了 我不应该执着这些钱 但为了方便 说正了之后 便不犯戒律 不懂戒律的 你见到出家人拿钱 数钱 出家人犯戒律 是你不懂的 你随便批评人犯戒律 已经可以说正 不是我怎样乘搭地铁 我当然要捉捉钱 所以你不懂戒律 如果某人犯戒律 最好不要乱批评 因为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为什么 戒律是戒自己 不是戒人 有朋友念咒文时 对有时恶上空上呈现 后念地藏菩萨 才能够漸漸消失 为何有此现象出现 我怎样知道 他念地藏菩萨 慢慢消失了 会有地藏菩萨加持 这些你想一想 佛学 我昨天又说有两点 一点是可思议 一点是不可思议 有些你不可以用凡情去推测 佛菩萨是 在命名之中会救你 会助你 这些是你不可以用凡情去推测 有了Inconceivable 不可思议 想问家宗如要拜佛 原本供奉的该如何处理 恩家宗还未安放佛像 想问家宗如要拜佛 原本供奉的该如何处理 原本供奉即是 你供奉的是黄大仙 女祖 如果你供奉黄大仙女祖的 你供奉开的 你便放低一点 因为女祖 黄大仙 那些是神 有些是 有福德的神 甚至乎有修持的神 你不可以糟蹋 你对神不可以泄俗 不可以说 我是信佛的 妈妈 你这个黄大仙 丢掉他 黄大仙也是做了很多好事 女祖也是做了很多事 女祖也是信佛的 有一个石居士 在宋朝 在明朝 他经过一个女祖寺廟 女祖是道教的 这个石居士经常念佛 阿弥陀 阿弥陀 忽然间有兴趣 他入到女祖的字 有个伏基 神童伏基 他就问 我念佛有没有功德呢 请女祖给指示我 这个基童 扶了一首诗 念佛见诚 便是丹 念诸伯伯转循环 如是者说完一轮 你继续念佛 念佛会了处生死 你去网上网上 念佛见诚 便是丹 念诸伯伯转循环 又超脱生死 所以 女祖 原本供奉的神灵 他们很好 你怎样不要糟蹋 你便放低一点 佛便放在上面 法师 我个人闻到佛 发觉得好 已改变了很多恶习 但家人不认同 是否自己的业障太重 家人的业障又重 你又重 大家都重 好像我时常都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从事天涯 就是临络人 临络到三界六度论会 你与你的家人是共业的 你与你的家人一起 大家也有共业 你当然有业力 如果没有业力怎会在一起 业障太重 会有的 亚拿 Chandi 数数目中 例如 一和二之间 小几个空间有些产生 有些小时 我根本高后 要从一开始 称 到一之后 又想了一些东西 然后是二 即是走回头 想到一 就已经没了 数到一 就已经有一 今晚吃什麽呢 又走回二 或者去哪间restaurant 你的心很散乱 就走回头 不断走回自己 我想不再回答了 十点半 大家要回去 在此供祝大家继续学禅 禅收是很重要的 你可以在家里收 正如我所说 禅对于你的身心是很重要的 This is the beginning 第一 一定要学坐禅 在家里也可以坐禅 继续在禅这方面 research more and get to know more about meditation 大家很有缘分 讲了两天 希望能够中到善根 大家在禅这方面收 这个如来禅是非常好的 现在南传多数是如来禅 但不是代表祖师禅不好 祖师禅也非常好 但祖师禅在解释方面 通常是古文的解释 很多时候是不知道他怎样解释 如果古文没有分上下 不知道他怎样解释 而且祖师禅是没有一个层次化 如来禅不是有层次 逐步逐步地遇处跌 祖师禅是一种顿悟的方法 不容易收 但不是代表不好 或是一样是如此好 或不是很适合现代人的生活 因为现代人很忙 以前祖师禅一天打造很多小时 但我比较喜欢用余来弘法余来禅 而且余来禅确实是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禅 有禅经的根据 所以我希望大家修预内禅 在修学期间 如果能够懂得Let go If after these two days You learned let go That's enough 请大家合掌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多谢大家参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